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 小时候我常为在我妈的怀里学诗歌 然后趴在我爸的背上去聚会 那时候就感觉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 不料就在思琪11岁那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抓捕 瞬间把她原本幸福快乐的家 积得支离破碎 1999年的时候 我爸和我妈就因姓神相机被抓了 我妈被盼劳两年 我爸被盼劳改五年 年幼的思琪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以往的幸福生活都成了思琪最奢侈的回忆 经常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都在梦里哭着喊爸妈 就盼望他们能早点回来 后来思琪的父母虽然获释 但因中共追捕又被迫离家逃亡 等思琪再见到父母时 已是十年之后 陈思琪一家都经历了什么 又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度过了那段苦难的岁月 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陈思琪 一起听听她的故事 1997年 我们一家人都兴了全能神 两年之后 我爸和我妈就在做教会工作的时候 相机被抓了 当时 爷爷奶奶看我年纪小 怕我接受不了 就一直都没敢告诉我 但是 我渐渐从家里的气氛中 就感受到和往常不一样了 因为我爷爷他是一个很乐观 很开朗的人 但是那一段时间 我就经常看到他爱声叹气的 然后我奶奶也是 经常就边干活 边偷偷地抹眼泪 其实村里人都知道我爸妈被抓的事了 就连同学也是经常地嘲笑我 他们就大声冲我喊 你爸妈姓神被抓了 不是好人 当时 我听到这些话 就真的是特别地难受 后来 不管是上学还是放学 我都不敢再跟这些同学一起走 就很怕 再听到他们说 我爸妈被抓的事 还有就是 以往每一年的暑假 我都会去外婆家玩 但是自从爸妈被抓后 当我再到外婆家时 就总看到有些人 用那种很歧视的眼光盯着我 就在我背后指指点点说 这不是谁是谁家的孩子吗 他爸妈不是姓神被抓了吗 后来 我就连外婆家我都不敢去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周围人的这些流言蜚语 就再三地追问爷爷奶奶 爸妈到底去哪了 他们为什么还不回来 他们是不是真的被抓了 但是每一次 爷爷都总是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你别听外面这些人胡说八道 你爸妈是因为在外面忙 所以才一时半会回不来 那个时候 我也知道 爷爷不告诉我是怕我难过 所以后来 我也就不再问了 我就经常 把自己一个人 关在房间里 就拿出我爸妈的照片出来看 那个时候 就真的特别地想他们 就巴望他们能早点回来 甚至经常在梦里 都哭着喊爸妈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思琪发现爷爷定期会出远门 每次除了带些衣服外 还会让他在小纸条上 抄写几段全能神的话带去 懂事的思琪明白了 爷爷是去探望监狱中的爸爸妈妈 正是这一张张 抄满全能神话语的小纸条 给了思琪育中的父母 信心与力量 这也是思琪与父母 联系的唯一方式 那个时候 每一次爷爷让我抄神话的时候 我都特别地高兴 特别地珍惜 我就感觉 这些神的话 对监狱里的爸妈 一定很重要很重要 当时 爷爷就叮嘱我 让我要把那些字啊 写清晰一点 写得小一点 这样呢 一张纸上就能够多抄一点 我爸妈 也就能多读到一些全能神的话 那个时候 每一次 我都很认真地抄写 全能神的话语 带领着监狱内外的一家人 两年后 思琪终于盼到了 母亲释放的日子 2001年 我妈终于从牢教所里 被释放回来了 她说 当时收到我给她抄的神话语 就跟得了宝贝一样 特别地高兴 但是监狱里 她是不允许信神的人 随便交流 也不许他们祷告 而且那些狱警 还经常地突击检查 如果一旦要被他们发现在 看神的话 那不光要遭受酷刑折磨 还要延长刑期 所以 就在那样一种 很危险的环境下 我妈还有另外五个姊妹 他们只能是 很小心地 去偷着读神的话 然后呢 他们还想起来 用一些熟悉的曲调 把神的话 给她唱着背下来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去记住神的话 他们就是这样 靠着神的话 互相地帮助扶持 才熬过了那一段 艰难的日子 我妈说 那一段日子 真的是神的话 给了她很大的信心和力量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 两段全能神的话是 所以你们在这末后的日子里 得为神做见证 苦再大也应走到底 哪怕最后有一口气 也要为神忠心 任神摆布 这才叫真实爱神 这才叫刚强响亮的见证 神所说的得胜者 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 撒旦的围攻之下 就是在黑暗势力里 人还能站住见证 还能持守原有的信心 持守对神的忠心 不管怎么样 你还能持守 在神面前真洁的心 持守你对神真实的爱 这样在神面前 就站住见证了 这就是神所说的得胜者了 我妈能胜过那两年 漫长又黑暗的牢狱生活 都是靠神的话带领 我和爷爷奶奶在家 也完全都是全能神的话 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 才支撑我们走了过来 思琪从母亲那儿得知 1999年6月 母亲在合肥潮湖市聚会时被抓 后背叛劳教两年 在中国的劳教所 犯人们不仅要遭受酷刑折磨 还被当作赚钱的机器 长期被奴役 思琪的妈妈因性全能神 要完成的工作量 往往比其他人更重 长期超负荷劳动 令她的身体越来越差 在劳教所里 我妈每一天都要被逼干十七八个小时的活 经常地加班熬夜 有时候连续两天两夜都不给她休息 而且她不管多晚回到监视 都还要求被监规 如果背不出来 就被罚不许睡觉 长期在这样一个超负荷的劳动下 又加上严重的睡眠不足 就导致我妈经常地精神恍惚 血压也越来越高 最后她的血压都高达两百一了 但是她还要被逼完成每一天的工作量 后来她就经常感到头晕眼花 站都站不稳 直到现在 她的血压还是很高 腿脚也总是浮肿 母亲的遭遇 让思琪不经为还在狱中的父亲担忧 她不知道 父亲能否挺过五年漫长的牢狱生活 直到父亲出狱 她才得知 父亲遭到了更加惨无人道的迫害 就在我妈被抓的前一个月 我爸在运送教会书籍的途中 就被警察抓了 她在审讯的过程中 遭遇了很严重的酷刑折磨 当晚警察抓住她 就把她的双手 分别靠在门还有窗户上 这样来回地拉扯 折磨她 整整一个晚上 到了第二天 警察又这样强行地给她打背靠 然后就逼她坐下蹲 当时是要求她 每次要求她坐五百下才能够起来 但是我爸被折磨得筋疲力竭的时候 她蹲下去就已经起不来了 警察监察这样 就故意地提起她 靠在后背的手铐 猛地一提起又摁下去 就这样来回来回反复地折磨她 整整一天下来 那个手铐就已经深深地陷到手腕里 都勒出两道很深的血痕 到了晚上 那些警察就都去吃饭了 然后我爸就看房门是开的 他当时就下意识地想到要逃出去 当他强撑着身子 刚跨过二楼栏杆的时候 被一个警察发现了 那个警察就立马跑过来 然后一把抓住我爸的胳膊 然后他又猛地一松手 我爸就重重地摔到了楼下 当时左脚就跌断爬不起来了 紧接着那些警察就一拥而上 对他一阵拳打脚踢 当时把他打得半死 身上都打出血了 然后其中有一个警察 还丧心病狂地 故意踩到他那个 已经断了的左脚脚背上 来回反复地粘踏 疼得我爸差点就晕死过去了 然后他们又给他 带上了十几斤重的脚料 又继续审讯 折磨了他两天三夜 之后是看他那个脚 实在是伤得太厉害了 才让医生给他 简单地安了几根固定钢钉 几个月之后 随着那个脚渐渐地消肿 钢钉就开始顶破脚皮 都露出来了 鞋袜都不能穿 疼得钻心 我爸就好多次要求预警说 能不能手术 把这个钉子给他取出来呀 但是都遭到了他们的拒绝 实在没有办法 我爸只好自己咬着牙 忍着痛 就把那个钉子给他自己拔出来了 当时就血水直流 然后伤口也感染 发炎 都没法处理 就这种情况下 我爸跟他们要一点消炎药和止痛药 他们都不给 后来我爸又被转到了白湖脑袋农场去服刑 那你的犯人呢 是每天早上都要一路小跑赶到农田去干活 但是我爸那个脚 就别说让他小跑了 他就连正常的走路都打不到 就因为这个 不知被挨过多少次打 直到现在 我爸的那个左脚还是严重变形 走路也是一拳一拐的 就落下了终身残疾 父母的遭遇让思琪既心痛又气愤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中共警察对信神的人竟如此残忍 但中共的迫害远远没有就此罢休 2001年 我妈刚一到家 那些警察呀 村干部呀 就一趟趟地上门 就威胁我妈说 如果再发现你信神传福音 非判你个十年二十年不可 经历了牢狱之苦 我妈已经看清了中共 抵挡神仇恨真理的实质 不但没有向她妥协 反而更加坚定了她跟随神的决心 但是中共她一直这样不断地上门去骚扰 监视控制 逼得我妈在家只待了两个多月 就不得不离家开始逃亡了 到了我爸被释放出狱的时候 他也同样地 在家只待了几个月 就不得不离家逃亡了 直到现在 我都还清楚地记得 我爸走的那一天 是十月二十三号 当时 为了避开中共的眼线 我爸必须得在天亮前就得离开 记得大概是早上四点钟 我就早早地起来了 然后我就守在我爸的门口等他 后来他去洗漱的时候 我就默默地跟着他 他去收拾行李 我也默默地跟着他 那个时候就感觉 一步都不舍地离开他 就把他这一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面 但是我又害怕他待在家姓神 会再次被抓捕 会再次遭遇这么严重的酷刑 很快 我爸就收拾好了行李 临走的时候 他就抱起我说 你在家要好好听爷爷奶奶的话 要多祷告神 要多读神的话 我点头答应他 然后就强忍着眼泪说 你也要好好读神的话 思琪的父母被迫离家逃亡后 警察对他们家的骚扰更加频繁 不断上门逼问他父母的下落 还连续半个月 蹲守在他家附近 死机抓捕他的父母 2010年 思琪的父亲出狱 已经七个年头 思琪到当地派出所 办理自己的身份证时 没想到 却被警察扣留 当时我一到那个 办理身份证的窗口 我一说出我的名字 旁边立马就有一个男警 走过来了 然后他就问我 你爸叫啥名 然后就命令我去了办公室 还不到半小时的功夫 是国宝队的队长就赶来了 然后整整一个下午 就盘问我爸妈的下落 临走的时候 他们还面临我 手机不许关机 也不许换手机号 随时得接受他们的调查 想想都七年了 中共警察 一直都没有放送 对我们家的监控 就想想我爸妈 已经都被他们抓捕 做奸 然后又被逼得 有家难归 在外逃亡都这么多年了 没想到中共 还不放过他们 就看到这中共 真的是太邪门了 为了摆脱中共对我的监视 我在家也没法待了 后来就离开家 去了上海 2012年12月13日 思琦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传福音时 被警察抓捕 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个月 获释后 思琦有了底案 再也不敢回家 与父母一样 他也被迫四处逃亡 自从与父母分别后 多少个日夜 思琦在脑海中 无数次地勾勒着 与父母重逢的场面 没想到 这一等 就是整整十年 2013年10月 我又到了 安徽省淮南试传福音 刚到那不久 教会的弟兄姊妹 就告诉我说 我妈要到这个城市 来短暂停留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后来又听弟兄姊妹说 我爸也要到这边来办事 我简直都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我就要见到我的爸妈了 当时弟兄姊妹 就给我们安排了接待家 让我们见面 第二天 我早早地就赶到车站 去接我爸 本来我还想着 我要躲远一点 然后等他走近了 我要过去给他一个惊喜 但是 当我远远地看到 有一个人走过来 我看到他的身形 还有他走路 一拳一拐的样子 我立马就认出来了 他就是我爸 那个时候 我已经激动地 就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然后 我就迫不及待地 冲过去 就一把抱住了他 但是我没有想到 他一把把我推开 很惊讶地说 你是谁啊 思琪怎么也没有想到 因中共逼迫 他与父亲分别了十年 父亲竟然不认识自己了 这让期待已久的重逢 带着些许的心酸 当时 我就傻眼了 我就感觉像被破了一盆冷水 我怎么都不敢相信 我爸竟然都认不出我了 我就对他说 你好好看看我是谁 但是他上下打量了我 还是摇摇头 我只好说 爸 我是琪琪啊 后来 给我跟他说了一些家里的事 说起爷爷奶奶 这个时候他才认出我来 然后他就抓着我的手激动地说 真的是你啊 这真的是你啊 一路上 他一直就在说 我这 我这要不是掐自己的腿 觉得疼的话 我真的感觉自己就跟做梦一样 不敢相信 我这就见到你了 思琪接父亲的同时 提前到达接待家的母亲 正焦急地盼望着一家人的重逢 十年了 思琪与父母分别了整整十年 在中共残酷迫害基督徒的环境下 对他们一家人来说 这次久违的团聚 实在是太难得了 其实当时 我也特别地高兴 特别地激动 就真的跟做梦一样 后来我们一家人 就谈论着这些年的经历 我和我爸 是整整十年没有见面 我爸和我妈 是十二年都没有见面 我爸就说 刚离家逃亡的那几年 一直就想着 什么时候能见到我和我妈 但是 在中共逼迫的那种恶劣环境下 我们都各自 三天两头就搬家 各处逃亡 所以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到后来 他一直见不到我和我妈的时候 他说他也就死了这个心 不再奢望见到我们 就把望我们各自都好好信神 追求真理 都能够坚定信心地跟随神 我妈说 他刚离家的时候我还小 那个时候就特别担心我 面对这样的环境 能不能经历得过来 会不会不理解他们 但是没有想到 我也信神了 而且还尽上了一个 受造之物的本分 就看到我真的长大了 也独立了 特别感恩神的待命 想想这一路走来 因着中共的逼迫 我们一家人是受了一些苦 但是 这更让我们看清了中共 抵挡神 仇恨真理的恶魔实质 患难中 每走一步 我们都能够感受到 神的待命 因为神一直在用 他的话 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 给我们安慰和鼓励 就如神的话说 当撒旦败坏人的时候 当撒旦疯狂地残害人的时候 神并没有坐视不理 也并没有对他所要拣选的人 置之不理 视而不见 或许你在长大的过程中 有许多不如意 有病痛 有坎坷 但是 这一路走来 你的生命与你的未来 神都严加看护 神对你的一生 给了一个真正的保障 因为神在你身边 保守着你 照看着你 就在我和爸妈团聚的第四天 教会转来了一封加急信 信上说 和我爸经常接触的 两个弟兄姊妹被抓了 让我爸千万别回 原来住的地方 当时我爸就担心 他是不是已经被警察监控了 怕会给我 还有我妈带来危险 然后就让我们赶紧离开这 第二天一早 我爸就坚持说 要把我先送走 要看着我离开 到了车站门口 我爸就说 车站里面监控太多了 我就不陪你进去买票了 想想 十年没见 这才好不容易见了一面 这么快就又要分开了 当时 我心里真的是 说不出来的滋味 后来 当车泥站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爸 站在远处 还一直往 出站口这边看过来 还在张望寻找我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的眼泪 真的就再也控制不住了 短暂的相逢 再次被中共的迫害撕裂 这次的分别 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告别了父母 司机很快又到外地 继续传福音 2014年 中共又展开 百日会战专项行动 疯狂镇压全能神教会 整个中国大陆 风声鹤唳 黑云压城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竟然没有基督徒的立足之地 逃 没处逃 躲 也无处躲 私奇的处境 愈发危险 走投无路之下 他只有依靠神 凭着信心 逃离中国 2014年 我身边不断有弟兄姊妹被抓 我也因躲避中共的抓捕 东躲西藏 三天两头的搬家 每天都担惊受怕 因为我已经被抓过一次了 如果再被抓 就会被判得更重 走投无路 我只好冒着危险 离开中国 到了美国 我终于能自由地信神了 我感受到了 从未有过的释放 我很感恩神地带领 但是 每当我看到 大陆弟兄姊妹被抓的新闻报道 我就不由自主地担心我爸妈 因为 就在2017年的3月 我还得到消息说 在2016年8月 当地的警察又闯到我家 追查我爸妈的下落 他们甚至还抽了我爷爷奶奶的血 说要通过DNA验证 帮他们找儿子 就看到中共 对我父母一直都是穷追不舍 对我们家的迫害 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我都没有ocus尾 我都没有停止过 我都没有停止过 只能让你们摸不住 还有一些ondrom 就是 有水 看着自己的流量 感谢观看